美哲KY股票代号8466是亚洲最具规模的时速地板厂商之一 今年欢度40岁生日 而公司送给自己的大礼物是台南厂的新厂落成 美哲公司成立不久后即西进中国设厂 过去东莞一直是公司的重要生产据点 如今面对全球贸易情势紧张的转变 美哲选择鲑鱼返乡 重金砸下超过30亿元 在台湾打造全球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时速地板产线 盼能全力瞄准正在高度成长的美国SPC市场 为公司下一个阶段带来新的成长动能 而此次Money DJ专访到美哲KY董事长陈本源 请他亲自说明台南厂的规划 以及40岁后的美哲后续的发展方向 美哲因为股票上市以后 这个公司觉得一定要分散市场 那么在分散市场就从中国大陆 直接打OBM 就是直接打品牌 那么小有成果 后来有更大的企图心 想要开始进入别美市场 那么在北美市场因为美哲一直做商业用的地板 那么在北美市场是家用市场 那么尤其在北美市场当初呢 在SPC 那时候SPC已经兴起了 那么美哲因为一直做商用地板 没有SPC的市场 既然要做北美市场 那么美哲又没有SPC的市场 那么经过调查 SPC是变成一个主流商品 在2017年 2018年跟董事会提出这个投资建议 那么经过董事会同意 所以在2018年就投资生产 那么在2019年量产 量产以后呢 刚好碰上中美贸易 所以产生了惩罚性关税 那么变成没有竞争力 那么这个分散市场是美哲既定的政策 那么又跟董事会大家深度的讨论 那么董事会认为分散市场 是美哲既定的政策 也是美哲要发展 必须要走的一个政策 所以贯彻这个政策 要从分散市场变成要分散产能 那么在分散产能的时候 这个董事会也同意了 从分散市场产地的调查 当初呢本来是选择 越南 分析了说越南 缅甸 泰国 那本来第一个优险呢 是在泰国 后来想要越南 那么想到早期 二十几年前去大陆 闭路燃泥 又要从头做起 语言又不通 后来想一想 那么刚好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内府政府提出 归宜返乡议会政策 在这个偶然的机会呢 就引起了 所以那时候呢 就拍板回到台湾 本来我们第一个优险是想要败在北部 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的工资很高 我们一定要最先进的设备 最主动化 产能规模要最大 因为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我们没办法去吸收 没有竞争力 因为要规模化 要有一万瓶的土地 在北部没办法买到一万瓶的土地 连三千瓶都有困难 后来去往南部寻找 台湾厂的自动化 实际上做SPC呢 它里面一滴油都没有 它是非常精密 非常科技化的产品 里面连一滴 DOTP都没有 它的颜料很简单 但是它是非常的精密的一个 很科技化的产品 所以它本身也有二十几个制程 非常 那么里面泽累积四十年的经验 把它二十几道的工序 变成两道工序 把颜料用潮车运进来 用气压送到除尘潮进去 再用气压送到五楼 透过自动剂量 自动释送 自动粉料 自动剂料 从变成 把它变成半成品 变成一道工序 好几道的工序 都变成自动化 从半成品 经过货加工 经过表面处理 裁切 手扣 等等的过程 变成成品 打包 包装 送到成品仓库 又一道工序 所以二十几道工序 我们把它变成两道工序 所以我们用年非常少 以我们现在的产能 一般的工厂大概用 我们用它不到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我们的年利用得非常少 所以我们的工资虽然高 但是我们非常有竞争力 台南厂它的市场只有两个 一个是北美 一个是台湾 大陆厂它的市场是欧洲 中国大陆还有东穴 而且大陆厂它有LVT SPC 所以我们不会重叠 台南厂的规模会比大陆大 产值也会比大陆大 台南厂我们有两个策略步驟 第一个策略是第一个 新把产能利用力 新把产能利用力 本来我很有信心的 是明年的第一季 要把产能利用力达到百分之一百去达成 但是湖南之间 在今年的六月七月 这个景气就忽然间大反转 而且非常快的恶劣下来 商机是还在 但是现在的品牌的进口商 现在他们的恋物 是赶快降低库存水位 所谓的库存水位 再库的库存水位 再涂 再船 再订单的生产者的库存 他们现在的恋物是把库存水位 不是只有他们仓库的库存水位 生产者的债 还有他们已经下给人家的订单 要赶快消化掉 那么市场的商机 有没有消息 有 有消息一点 但不是那么严重 本来我是在明年的第一季 这个台南厂的 这个产能利用力 第一季会达成百分之百 但我看起来不乐观 会到第三季 那么第三季达成以后呢 我们会透过 研发力 记事力 这个创新呢 还有媒体力 媒体力呢 像我们得到 这个德国的红点 IF 用媒体力呢 去争取话语权 去创造 互加价值 提升毛利 这是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策略 来争取美泽的这个 互加价值 美泽呢 既然已经要往前走 也要仰反式 仰反下去 往前走了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 既然有这么大的企图心 也有这么大的格级 我们所重的 就是要团队更加的优质化 那么我们已经第一个去团队 优质化已经建立起来了 第一个建立的是 带强投靠的团队 优质的 有专业的人 那么等台南厂 稳定了以后 我们第二个步骤 就是要带 培养第二批的团队 有协力 没有精力的 从企业 中低层一直培养上来 来融合企业的文化 来建立可长可久的 一个更优质 更融合的一个 优质的团队 来建立更 有串心 更有 激荡的一个 年财库 这是我们每则的一个 因为要做事情 一定要有年财 你不能只在那边喊口号 在那边想没有用的 要落实 这是我想 我从事40年的企业 我觉得呢 还是要人 还是要文化 只要有人才 文化有杂根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没有人才 文化不落实 讲一大堆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是我用很务实 要带领企业 美哲过去有产能集中 客户集中的问题 而挂牌后 一度因为欧洲客户 调整库存 影响订单 后来又遭逢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中国的生产和销售 而如今台南厂完工 并加入营运 虽然景气仍然在剧烈的变化 但长期来看 美哲分散生产 分散市场 将有助于公司长期营运 有机会较过去更加稳定